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记得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一个点赞也是非常重要 多多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当然最好 有时事与愿违 有时想让个位置给你坐 可能别人未必让给你 其实样不样都可能会引起一些网络上的风波 而见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发生下 有些网民的反应我都真的挺诧异的 好了 说说发生什么事 尤其是在港铁 大家都知道 这样打开门的时候 各就位就可以进入车厢里面 对不对 是 没错 快与慢也取决于你自己的体力 或者你当时身体的状态 都挺有作战的意味 大家一来到港铁的时候 都会看一看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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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看一看里面的车厢 究竟有哪个位置有空间 让你追得到下去 一打开门的时候 大家的身体就相当快 一声就坐进去 一般是留着近门边的边位 你不用让两个人夹住 是吧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我发现 很多了 这次这件事是因为一个大妇妇和她的老公 也本来可以顺利走进去的位置 谁知道那个人的身体实在太快了 快到他本来已经坐在那里了 这么厉害 别跑了 为什么有人在这里 我明明看到无人的 为什么会这样 根据这件事 这位CNN就在网上出了帖 就说 同一个三十八周大的大妇妇 竟然欠位坐 就说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都相当年轻的 看起来的样子 不过她原本她老婆坐的位置 就大无私仰 就说我喜欢你 玩手机 看你不倒 我看你不倒 这样的 她就说回这件事了 梗梗于怀 看到这个小姐 竟然抢杂 就是抢了她本来 打算她老婆坐的位置 带着肚子 38周都挺大 看起来的肚子 也看到了 明显的 很明显 粗身大小 是需要有位置坐的 事实上 这位哥哥也有拍到她老婆的肚子 有多么巨型 是不出来的 扔着肚子 真的很难跟她搶位 接着怎么说呢 这个女士 直接跟在他们的后面 跟她搶位 搶到位置之后 就在玩电话 假设听不到任何东西 还说这个人 没得够了 我不是说她 让不让位置的问题 就是你这样跑过去 搶了位置 就觉得不太好 就是说她强得怎么样 伸发太快 是比她老婆快 四个身位 可以 我相信她 搶位的女士 可能身手也挺敏捷 加上身形 较小小 肯定小小的那位 是大妻子 所以一摄就摄坏了 当你想坐下的时候 她已经坐在那里按电话 太似了 可能已经复完了 是吧 我伏了 是的 有一个关键 这个人的歌 也拍下小姐 摄了她的位置 人们一看就说 这个位置不是关爱座的 也说 年轻的女士 搶了她们的位置 去看看 车厂往后的地方 其实还有位置 为什么要跟她老婆目标的位置 要去争呢 我想母亲是细心地考虑的 就是抢位的时候 总之是空位就要摄下去了 很多时候 我觉得不是有心跟她争 只不过真的可能会不在意她存在 我觉得 会不会是不在意 还是有心 还是怎样呢 或者这个女孩子 觉得这么多位 大妻子又怎样呢 只要多走几步找 不过有时你搭车多 这些港铁也好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 无形中的默契 知道大家各自各 在抢哪些位置 或者可能你被人抢了的时候 你都会马上转头 去第二个位置 看看有没有位置 我不知道台队有没有这个经验 当你发觉 咦咦 后面应该还有的 当你转头的时候 就发觉那些人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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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这样摔下去 很快的 归位 只要站在那里 很惨 他又不看我 我又不看他 挖住他 为什么 出了这么快 我挖住他 停了几个站后 才下车走 唯一是这样 有时搭车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要这样去抢位 如果真的叫做不够运的 抢不了的 或者被人抢了 还是怎样的 如果真的有个大妇 在你面前 我觉得 又真的应该要让给他坐下 虽然你说不是关爱座 我觉得可能 你会说 哎呀不是呀 我下班很累 我很想坐 还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 遇到类似的情况 真的我都试过 有需要的时候 例如 看到一些情况 也就是 明明大妇 小孩子 站在那里 你还继续玩手机 又不愿意让个位给人 我觉得 有点而又真的 夸了一点 是的 但有些人就不理 你又给了这么多钱 你张飞 我又给了这么多钱 大家张飞 都是这么多钱 为什么你一坐 我不能坐 我先抢到 为什么要让给你 有些人这么想 对吗 对吗 那间接来说 我觉得这些就是 同理心 又或者可能觉得 为什么我要让你 你小孩 大妻子 你不站在对面的人面前 是要站在我面前 是要我样 你不叫他样 是吗 还要 为什么 我好黑一点 我见他有点这样 因为态度 我该这么看 有时做这些行为 就没有看别人做不做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假如是我 我会有点过意不去 有个天真无邪的小孩 站在我面前 港铁走得快 真的挺辛苦 是否应该让他坐下 最重要的是 让他坐下 如果妈妈或小孩 懂得说一声 麻烦 我这些行为 都应该是很累的 有时是 可能是很累 收工也好 或者有其他工作上 都很累 都想坐下 但有时都觉得 没办法了 都照样 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习惯 我个人认为 应该每个人都 最好是养成这种习惯 不过有时 你按住手机 没有看到旁边左右的人 这个有时都可能 都无可避免 对吧 有一件事 看不看得到 或者来说 如果你真的坐在港铁 我想都很少 手机玩到 完全是去一个忘我境界 吃鸡 吃鸡 可能投入了在那里面的世界 在驾驶那辆车 或者真的有机会都不顶 不过我觉得这个机会 就比较少 总之我在城市里面游走这么久 我大部分时间 都看到很多都是默默地 站在人家前面 可能这个人都看得出有衰 尤其是阿婆 有时都忍不住 我都说阿婆你过来这里坐 我见过最战格的是 我走开 我打算多走几步 叫阿婆过来坐 第二个人跌下去 这种是吓人厉害的 我站起来就立刻冲进去 我预料给人 不过他跌下去 你又没有他扶 难道叫他起来吗 对啊 帮不了阿婆之余 自己的位置也没有了 不是不叫他 他立刻在睡觉 我真的叫他死了 立刻在闭上睡觉 遇到这种情况 真的要叫醒他 喂喂喂喂喂 我让你让他扶起来 不是给你的 你可以叫他起床 他好像睡得很坏 你睡得这么快 为什么呢 升他两巴 吓他 吓他 起床 那些闹钟的手机零声 可以啊 可以啊 有时有些人又这么无耻 不过我看到最深寒的 反而是网络上的人 他就觉得 就说在公审这个女孩 你说是否叫他公审他呢 这里值得商榷 你说可能 第一件事 你说那些公审 有没有登到那个人的福尚 有没有他的样貌 有没有他的样貌 对了 对了 没错了 如果你连他的身份是公开了 那就是公审了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只能够算得上 即是形容这种人的行为 那这个就不是公审 我个人认为 假如你把他的样子打完后格 也认不出 即是他母亲也认不出 不算公审 你只可以说有个人 这样摄了你的位置 然后就在那里玩电话 又当看不到你 我看到那些网民最夸张 就是说 这样都要摆出来 这样都要公审 老奉要让牙 蛤 有些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不是老奉教 我心想 咦 有时候这些同情心的东西 我也知道 不是老奉的 但是基于同情心也好 或者基于那个 衰点说句 人性的 你是不是于心何忍呢 是吗 是呀 做人应该要有同理心的 尤其是 我换着你 你拖着B 你有什么感觉 你自己拖着B 人家有五样位理财 是不是 你也不想这件事 发生在你身上 是不是 就是 假如到时你遇到这个情况 老奉的 老奉 什么都老奉 如果香港变成一个老奉的城市 就挺可怜的 很可怜的 其实有很麻烦 有些人的态度 有些人的态度 也挺老奉的 就是觉得 喂 可能站在你面前 戴着肚子 样子很囂的 我都见过有些人是这样的 又或者觉得 他抱着小孩很囂的 走来居高临下的眼神 看着你 你又真的有点觉得 是挺扯火的 如果人家像这个案子 他想着走去这个位置 只不过是你的伸化太快了 或者是抢先 不过这个叫抢先的动作 在香港来说 真的挺流行的 是很难的 每个人都自小训练出 这种抢位的技能 始终有一句说话 执书行头就惨过败交 就是从港铁里面训练出来 很多都是 这些自私行为 或者那些 心急到 有时在便利店 香港的便利店游甚 有时你卖到位 你付钱的时候 可能你突然间 哎呀 糟了 跟你说多了 可能是50元 你拿着20元纸在手 你立刻在银包里 找些银纸出来 或者拿些大银出来 后面的人 好像赶着去投胎 立刻砍一些东西 快刀我先 还等他吗 他又不是开口 他用他的眼神 来控制店员 然后店员就说 先生不好意思 不如你让这位先生 他们连10秒左右都不愿意等 不知道赶什么 赶着投胎吗 是啊 我这样摄着 有时你坐巴士也是 如果你坐巴士 有时你想上车的时候 那便一个人一个 你不是用八达通付 而是用银纸去付 你也知道 你不妨礙你 他马上衝进去 有时可能车 如果不是很多位置 如果不是的话 你便会变成企位 大哥 我先排位 你多给我几秒时间 让我拿出散纸 都可以 不可以 有时我遇到的情况 你拍卡的时候 白大通让白大通负草或不足够 都要紧急拿大饼线或大饼线 其实也不用多少秒 但他终于噪声袭在车厢里 不会给你一个机会撞拾 不会给你一个机会等 你趕着上班 阻挤 还要这样骂你 这种习惯很可憐 香港社會是一種特色,每個人都趕頭趕命,趕頭趕頭趕頭 這種讓位文化,在內地我都遇過類似的情況 深圳地鐵多了很多讓座,都很自願地去坐,你先走 沒有香港逼得那麼嚴重,尤其是上扶手電梯的那些 在旁邊又要插一個,然後誰要插一個 所以現在你看到香港的港鐵,明明是你準備踏上扶手電梯的梯級 你會發現旁邊會有人洩進來,有沒有這樣的記憶? 所以現在有些欄杆,難得兩至三米,就是預防有些人這樣擠進來 我見過最誇張的是,他直接在欄杆裡捐個洞進來擠 這樣? 對,他不想繞那麼遠,然後再慢慢排隊,就乘搭扶手電梯 他要快,把洞進來你旁邊,然後再搶上去 你這樣也可以?什麼? 很狼死的 他只回答我,什麼? 這樣就走 你這麼厲害 所以有些人說,為什麼這麼小事都要拍他照 有些人說他給錢坐車,有權坐 是,是有權坐,不過就是你的禮貌和態度問題 如果你都看到有個大妻子或者有人走到那個位置 你都仍然用這樣的態度去先跑別人 然後馬上跳,我搶,搶了下來 我就覺得禮貌上就不太好 是吧? 嗯,也是的 所以有時候大家都要記得禮陽,應該要提倡多些 令社會少一點勸氣,一來少一點勸氣 二來大家的社會氣氛都和諧一些 不過有時候我覺得都很難做得到 因為本身香港是一個很急速的社會 接觸很急速,急速到很多人都把禮貌、禮陽這件事 就是拋豬腦後,暫時放在一旁 或者為什麼要我,為什麼他不是他 為什麼一定要我讓,為什麼要犧牲我 為什麼不犧牲他,我也很想坐,他可以坐 為什麼他不用讓,我要讓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些 其實都很難的,在這個社會上 沒有辦法,有時候香港的 可能那位先生真的很生氣 或者對於這件事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有這些人呢 沒有辦法,這個社會真的充斥很多 喜歡鬥腸,或者比較上是自私了一點 也不是很理人 我走得比你快,我只不過速度快到你覺得太快 不是我有心 我天生是這樣的,念力一樣 是不是走得很快 不是過 его 不過是太多自私的人 我ylieなsi miles 不知道大家 MahalOFM prze ivの記憶 有些人明不明白 快點開閉門 是不會讓你打開他 所以肯定拖慢了推車的進度 即是趕快關掉不就當他 焦掉而已, Lisa沒有進來 我看過最激烈的一次是怎樣 我明明在升降機上 不過我站得比較後一點 我還以為那個人會按開 為何會倒轉抗擊 打機的 不斷抗擊 閃閃閃閃 我聽到外面的 不斷抗擊 踢到門 他很想按不開 按得開 打死那個人那次 你哪一手要按的 伸出來 我想按開的 不切就不好意思 我按錯了 我太緊張了 刀穿了按 刀不斷 所以要數這些 在香港城市裡 遇到這些致死的行為 我想我們有排數 太多了 太多了 希望大家多一試 不如少一試 那是否批鬥 是否叫公審 還是怎樣 我覺得未必 可能當他是一時火遮眼 就覺得大兔婆是否可以多一點包容他 我們有一句說話 大兔婆大了 盡量給多一點 有味道 真的完全大了 我們盡量給多一點關心他 大家都有媽媽的 對 對 對 沒錯 好了 今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